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将用地狱拳虐这些暗器啊 你看六辆暗器 看一下我是怎么虐报他们的啊 事实证明是我被虐报了啊 这完全没得打呀 啊 现在是倒数第一啊 比赛是来到了最后半圈啊 那么手里的话现在摸一个磁铁让你先弹起往前冲啊 看一下咱们能不能跑到终点都是个问题啊 看一下 这的话磁铁往前吸 好 又抽到一个隐身暗器 哎呀 这个隐身暗器往前冲啊 我觉得有机会啊 说不定呢咱们可以拿到前三是不是啊 磁铁吸一下 说不定可以拿到第一个 至少第二 好第二名我来拿一次 我想了一下 用地狱拳确实没得打 但是我又没买暗器 但是我又特别想要以牙还牙 那怎么办呢 咱们来一场这个还是小熊吧啊 他能偷这个道具 说不定咱们运巧能偷到一个锦铃 然后来转他们 对不对 这样就爽了 我们继续实战搞一下啊 好的 我们进入游戏啊 那这场比赛的话只有两辆暗器 暗器如果太多的话咱们肯定就不好打 但是暗器如果太少 咱们锦铃又不是很好拿啊 三辆左右我是觉得比较合适的 两辆的话稍微偏少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了啊 咱们尽力而为 看一下开局启动加速 咱们因为飞虫不行就吃回这里吃到一个超级蚊子 咱们直接复位啊 放出去超级蚊子 超级蚊子是命中的 我这边复位想再吃到一个磁铁 那肖雄这个车的核心道具其实是磁铁 因为他使用磁铁的时候会有 那概率拿到这个超弹和窃取导弹啊 这磁铁所以说才是他的核心道具啊 这里的话呢 咱们是踩到地雷啊 目前的话主在第七名 因为一个车的话呢 他的核心道具往往要保证他有一定的后追能力啊 如果他的核心道具只是进攻的话 我觉得往往的话有点不是很好 那这里的话咱们吃到一个水炸弹 水炸弹认出去 然后放出这个窃取导弹 窃取导弹也是没有命中啊 那这里的话咱们变受到磁场啊 这里的话呢 减速 这里的话我想从中间穿过去啊 但是又没穿 直接是明 我觉得我明明穿过去了 非常可惜 但你看这里减速的时间非常的长 非常的恶心 比赛是来到第二圈呢 现在我是倒数第一啊 看一下奋起直追了 先放一个氮气 再放一个氮气 这里的话这一波双吃非常nice 弹气再往前冲 调整一下 抽回磁铁 试一下 闪电放一下 然后切去导弹放一下 nice 我拿到了锦铃 看到没有 哎呀 这个真的太开心了 太爽了 核心把对面的锦铃给偷到那真的是很爽 啊 他这个这个案件肯定非常的真假 这个核心道具被我偷走了 看一下这个锦铃我有可能会留到最后哟 这里的话我又吃到一个切去导弹 放出去啊 看一下又拿到一个磁碟 直接往前吸 再射一个切去导弹 看一下 前面给了我一个镜刺 咱们就锦铃放出去好了啊 用掉一个 看谁敢扔我 谁敢 啊 我 拼什么 啊 我真的差点爆出口了 我靠 要是没有这个金刺 我追也追不上了 看一下这一步 哎 这个闪电 看一下 我能不能跑到终点 都是个问题 我觉得 看一下 幸亏后面有人信 我给了我一个超弹 咱们还还还不一定啊 没说啊 直接两个分子放出去 能不能把第一名打下来 看一下这个锅弯非常的漂亮 这个你撞啊 啊 那直接看一下 能不能拿个第二 第二啊 第三 哎呀 太难受了 凭什么 凭什么 你告诉我 凭什么 他这个红盾啊 有人可能会说他撞我的时候开红盾 但是大家你这个视频到后去看 他是先撞完我之后再开红盾的 凭什么 哦 肖熊带这个锦铃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赚人的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 拜拜